你 各位好 现在为各位介绍的是西语园里面的这个 城市结构 好那在讲城市结构之前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个演算法 那我们在这边呢 并没有要做这个 演算法的深度介绍 只是 讲一下 在寫程式的時候把這些 電腦要執行的動作 按照順序寫下來 形成的這個東西就叫演算法 所以我們在解決一個問題的時候 會先知道 我們有哪些動作要去運行 然後它的線後順序維合 把它整理出來 在整理這些步驟的時候 我們會用一種形式來呈現 這個叫做虛擬碼 就叫做sudo code 那虛擬程式碼的作用呢是給人看的 那它是一個 這個 用英文來撰寫的一個句子 這個做事情的先後順序 把它列下來 那你用中文跟英文來寫都可以 總之就是把這些 執行的步驟 就明確的列示下來 這個虛擬碼裡面 只包含這個動作的敘述 透過這些敘述呢 任何一種程式語言包含C 就可以按照你所寫的這個敘述呢 把它寫成程式碼 那就形成我們要的這個程式 好 那我們這邊來介紹一下控制結構 那一般來講的話 程式裡面的敘述呢 它是一個一個的被執行下來 你把指令寫上去之後呢 它就按照你寫的這個先後順序呢 依序的去執行它 那這個叫循序式的這個執行 好那有一些西語言的這個敘述呢 讓你可以決定下一個要執行的 步驟在哪邊 還有區段在哪裡 這種呢叫做非循序式的這個語法 那以稱之為控制權的轉 比如說韓式呼叫 或if then else 如果條件成立做什麼事情 這樣子 好所以程式呢有三種 這個控制結構 那一種叫做循序結構 另外一個叫選擇結構 還有一個就是重複結構 那循序結構我們剛已經講過了 那就是按照你的指令 我列示下來一一的去執行它 先寫的先執行 那選擇結構呢 selection structure 呢就是按照 這個條件判斷 選擇去執行你要執行的部分 這叫選擇結構 那重複結構的部分是同樣一件事做很多次 那按照條件的給定呢 來決定要執行多少次 那在這個執行指令的時候呢 或者是我們在設計一個程式的時候 總是有做事情的先後順序 不管你用虛擬碼或者是 這個圖形來畫 那圖形來畫的部分呢 就是可以用流程圖來做 那流程圖呢 其實是演算法的另外一種展現 只是他透過圖形來表示 那大家對於流程圖比較 有印象的大概就是我們日常生活上會遇到的 SOP 流程圖呢 他有特殊的意思 那透過這些 像矩形 菱形 還有圓角矩形 跟圓形 這幾個符號呢 再加上這個線 箭頭線去 連結 那箭頭線代表的是 方向 從哪邊執行到哪邊 那像這個方框 舉行這個呢 裡面就是動作 所以按照這樣子的情況呢 就可以把你想要做的事情 把它 列示下來 那透過圖示的方式很快就可以掌握 這個程式裡面要執行的區段 他的先後順序以及關係是怎麼樣 所以在流程圖裡面 比較重要的或許是這個菱形 那菱形的部分呢 是用來做判斷符號 所以在這個符號裡面 就是一個判斷式 那裡面呢 就會有條件的這個劣勢 所以吸引員裡面 他的這個 選擇結構呢 有三個 一個呢是if 單純的if而已 條件成立的話就執行 那如果條件不成立的話 就稱之為為 為也就是force 如果他的條件 經過判斷之後是force的話 那就跳過這個動 要做了這個動作 那另外一個 選擇結構呢 就是if 然後else 條件成立的時候做某一件事情 那如果不成立 他就做另外一個部分 所以他就會變成是一個 if then else的一個做法 所以為真的時候執行某項 為假的時候 force的時候就執行另外一個動作 那還有一個選擇結構的部分呢 講的就是switch 那switch的話就是他的判斷式呢 按照判斷式未進來的結果不一樣的話 他會選擇 其對應的這個行這個動作 所以他是一個蠻不錯的一個切換的一個做法 好那在西語言裡面 他也提供三種重複的結構 分別是fire tofire 跟for 好所以除了上面所提到的這個 循序型的結構之外 再加上三種 三種的這個選擇結構以及三種重複結構呢就可以構築 西語言裡面的這種 程式的控制 好那每個程式呢都是按照演算法的這個需求呢 透過你的這個設計 把這七種的這種控制結構呢 進行這個問題的解決 好那我們來進一步的看一下這個if選擇式的這個敘述怎麼寫 選擇敘述呢他是 按照你的這個條件判斷來決定要做哪些事情 舉個例子來說 如果學生的分數大於等於60的話那我就列印PASS 所以他會判斷的條件是學生他的分數是不是大於或等於 60 那如果是真的那就印出PASS 否則的話呢 他不做任何事情在目前的敘述上面如果 沒有滿足這樣的條件他就什麼都沒有出來 如果當條件為 尾的話就是FORCE那就不會有動作 好所以如果用流生圖的方式來說明的話 就是一個零形呢裏面的條件就是GRADE 這段分數 大於等於60 經過這樣的判斷 是True的話 然後他就PASS 就印出這個PASS 對 那如果這個條件不滿足的話那就代表FORCE就直接往下去 繼續執行其他的層次碼 好那另外一個選擇敘述式呢就是IF ELSE 那IF ELSE的部分呢 就是按照條件的判斷 如果條件成立的話 他就印什麼 PASS 否則的話呢他就印出FORCE 所以呢在這邊的條件是 如果你的分數 大於等於60 就印PASS 好所以他會按照你輸入的值 的情況 決定要執行哪一個 這個程式碼 那寫成程式 長得像這樣子 一副 然後呢有個小括號 那小括號裡面就是那個grade 分數呢大於等於60的話就不止 就把它印出來 PASS 否則的話呢就印出FORCE 那以流程圖來判來畫的話 像旁邊這個呢是輔助說明 是 這個用來告訴各位菱形是做判斷用的 那舉行呢是做 動作 好所以當這個分數大於等於60的時候就往右邊走 然後他會印出一個PASS 然後呢就再往下 但是呢如果在這個 分數輸入的時候他判斷是FORCE 是FORCE的話 但是他並沒有大於等於60 所以他就往左邊跑 往左邊跑之後呢他就會印出FORCE的一個 訊息出來 那到最後呢就會 我繼續往下執行 所以這是 if else的一個做法 好那還有另外一種就是 你的這個分數呢 這個大於等於60跟不滿這個情況的 時候呢都只做一件事情 那件事情呢就是印出PASS或者是印出FORCE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這個西語言裡面有提供一個叫做三元運算值的一個運算式 好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 市值的範例 FORCE就是印出東西 那印出東西括號裡面呢 可以 是一個 層次碼 這個層次碼是什麼呢 這個是一個變數使用者輸入的這個分數 他如果大於等於60 後面這個問號就是等於在 等待前面這個運算的結果是什麼 好那如果這個判斷完之後 是True的話就是 執行冒號前面的這一段 好冒號前面的這一段所以他就是會輸出PASS 那因為他是被PUTS括號起來的 所以他的輸出就會是什麼 PASS的 那印出來就是PASS的 好那萬一呢你輸的是49 那並不滿足這樣子的一個條件 所以他就執行什麼 好冒號後面的這個 所以就輸出FILD 那同樣的動作呢你也可以用另外一種形式來寫 就是寫成這樣 判斷式寫在最前面 你的grade是不是大於等於60 分號 那如果是的話你就執行一個指令 單行指令而已就要 PUTS PASS 就印出他 那如果條件呢 不滿足的話就是他的結果是FORCE 那他就執行冒號後面的指令也是只有一行 所以就PUTS FILD這樣子 好那這個呢就是 在西里面所提供的一個三元運算 透過問號跟冒號的搭配 那問號前面呢就是條件判斷 那冒號呢前後面 冒號前面代表是條件成功的 時候要做的事情 冒號後面代表 條件失敗的時候做的事情 好那在 if then else的這個 做法裡面還包含一些 這個其他的進階做法就是 你可以將if else的這個敘述呢放到另外一個if else的裡面 那這樣子就會變成潮狀的一個 敘述式 也就是說 當你某一個條件成立之後 你可以再進一步去判斷其他的條件 再做其他的事情 所以他變成是 if裡面又包含了其他的if 這樣形成一個潮狀的一個用法 那底下的例子呢是用來 做一個動作就是我要把這個分數呢轉換成等地輸出 那這個9090到100之間的印出a 那80到90印出b 那70到80呢印出c 那大於 60到70之間的呢就介於就印出d 其他呢就印出f 代表fail 當掉 好所以寫成虛擬碼 shoulder code的話會長得像這樣子 如果 學生的成績呢是大於 或者大於等於90的話就印出a 否則的話呢 各位有看到 在else里面他其實又是另外一個判斷式 也在這裡面 所以他就用是一層一層進來的 稱之為潮狀的 這個if else 好那 進來之後再判斷是不是80 那如果說不在80到90之間的就會 到else里面 那else里面又有另外一層的一個判斷形式 好所以左邊這個虛擬碼 shoulder code 寫完之後 對應的程式碼 然後就像右邊這樣if red大於等於90 花號 那他print a else的話就印出另外一個 d 一次類推一層一層下來 這就是潮狀的 選擇判斷 好那你也可以用另外一種形式來寫 也就是if之後呢我else因為 你else一下來就馬上判斷另外一個條件 所以你可以把它縮減成 if 然後呢 else if 好else if 所以你 一旦else就馬上判斷另外一個條件 就是變成是 那是不是 接觸 既然你不滿足90以上 那你有沒有在80到90之間 如果是的話就印出v 以此類推這樣下來 所以潮狀的if else 你也可以進一步的改成什麼 if else if的一個寫法來寫 好那接下來呢 那我們看一下畫有回圈哦 那畫有回圈呢他是重複的敘述式 就是在這個範圍內的動作呢 會重複的去執行他 好那你 決定他要不要繼續做呢 是由他的這個條件來 這個做判斷 所以當一個這個 哦這邊的範例 我們看一下這個修豆酷講的是說 當我的這個購買清單 shopping list 裡面的item 我是多於1的 就是有多個的 那我就purchase就是去買他 然後買完之後呢 我就把那個item就清掉 然後呢 一直到所有的 所有的這個 品項都買完了 才完成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所以在購物的行程裡面 這樣的動作是寵物的 一直到所有的清單 裡面的 產品都已經買完為止 好所以當他條件是true的時候就繼續買 true是什麼意思就是 我的購買清單上還有東西就是true 他如果裡面已經都沒有東西就是foss 好所以他會持續的執行購買的動作 直到所有的品項都買 買齊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這邊的一個城市範例 好那這邊是他的這個 流程圖 流程圖裡面他的這個 sample呢是以這個 品項呢 這個還沒有買到100的時候 還沒有買到100的時候我就繼續 就是true 好那 所以他買到100個的時候 那就 城市就會代表說你已經買完了 好那他每次買的時候他就把品項乘以3 這是他的需求 所以他就這樣子做 所以後來我回圈裡面 判斷條件是這樣product 大小於100的話我就繼續做 所以當括號裡面這個條件成立 就繼續做 好所以大家 動腦想一下 假設呢我要10個學生的這個班級呢 做測驗 測驗完之後我要把成績呢 輸入到你的城市裡面 好那這個分數呢是介於0到100的一個整數 好然後呢我們要算出全班的平均 好那全班的成平均當然我們知道是把所有的成績加起來除以學生數嘛 好所以最後呢你把它累計完之後就把它做一個動作就是把它 這個 除出來 就知道他的平均是多少 不過在你得到總和之前你要有一個 判斷室去判斷我是不是學生的成績都已經這個輸入完 像這樣子的一個 問題的話你把它shutocode寫出來 大概會長什麼樣子 大家不妨 可以練習一下 那我們在這樣的一個需求上面呢 需要用到這個技術器 因為我們要知道我們到底輸入了幾位同學的這個成績 重複執行一段動作的這個 指令 就是不斷的輸入成績 好那人數 到達10人的時候就代表輸入完畢 然後我們就結束 所以我們有一個 技術器 那這個技術器呢 他會累加到超過10的時候代表說你已經輸入完了 好那這邊呢就是我們的一個sample是 這個 shutocode 針對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10位同學的成績 登錄的時候的一個做法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好我們一開始設定一個變數就total 然後把他的值呢設定成0 然後再來呢我們設定一個counter 技術器呢一開始為1 好那這個壞兒 條件裡面就是如果你的人數呢 小 小於6 少於10的話 你的人數少於10他就繼續做 好那接下來就是讓使用者輸入分數 輸入完之後呢就把這個分數累加到total裡面去 然後把我們的技術器加1 好那第7行執行完之後他會到第4行來判斷 剛剛的這個 counter呢 有沒有 到達10的這個動作 如果有小於10我就繼續執行5到7 就這樣一直執行在這個區段執行 好那如果說已經到10位輸入完了 所以他就到第9行就設定什麼 他的這個 平均 學生的平均分數呢 就是用total divide by 10 就是用10去除 剛剛所累加的分數 然後把這個平均值印出來 我這是sudo code的一個寫法 好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sample 這個範例程式嗎 那我們把剛剛的sudo code呢 轉變成指令的話就是這樣子 一開始我們宣告 一個分數的這個變數可以儲存 使用者輸入的變數 另外一個是total Total 再來就是這個平均數 那平均數我們到最後只要求整數就好了 沒有用到小數 好那另外我們需要兩個什麼 我們需要一個什麼 我們需要一個counter 所以counter這個部分我們用onsign integer 5號數的整數 好那當條件counter小於等於10的時候 我們就繼續做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使用者輸入的值呢 你用end grade去接收 接收完之後呢 Total去累加這個grade 累加完之後呢 我們counter記得要加1 然後就回到fire來判斷 counter是不是 還依舊小於等於10 如果是就在執行這一段 好那如果已經滿10位了 再往下加就變成11位了 所以超過11的時候 超過10的時候就會 到22行來執行 那22行的動作就是把總分 所有全班的成績總分 加起來之後呢 去除以10 所以得到平均 那最後呢把他成績印出來 所以右邊這邊就是執行的結 這個過程 執行的過程 我不斷的輸入成績 到第10位的時候輸入完 然後他就算出一個平均 平均 全班的這個成績是93分 好了我們接下來想另外一個 題目就是說 一樣是輸入學生的這個成績 但是呢這個班級人數呢不一樣多 那班級人數不一樣多的時候呢 我要怎麼樣去按照不同的班級人數去做 這樣子的一個平均數的一個計算 我們把成績輸入之後 那這一次我們既然不知道他 人數是多少 所以我們的counter就不能拿來當壞有回圈的判斷依據 在前一個例子裡面 我們知道人數是10人 所以我們當然知道輸入第10個的時候 輸入完我就可以算平均了 但在這邊呢我的班級人數可能有兩個10個20個30個人數不確定 那你就不知道說我的counter要到什麼樣的情況的時候來決 來結束 他的回圈的執行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靠其他的機制來做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虛擬碼 我們一開始設定這個total是0 然後counter一開始為0 好那我們就輸入第一個學生的成績 好然後呢接下來我們就輸入一個這個 我們就判斷一下 我們是不是要繼續往下 那這個機制是什麼 我們等一下看程式碼來說明 好那就把這個成績呢加到這個 統計的這個total裡面 然後把counter加1 counter加1 接下來我們就再輸入下一個學生的成績 然後呢回到這邊 來判斷 所以在這個判斷條件裡面我們可能用一種 判斷形式來決定要不要停止 那這個形式是 我們在輸入成績的話 都可以去思考 什麼樣的分數是不可能出現在這樣的成績上面的 譬如說 負數 譬如說超過100 所以你可以用一種機制 就是當使用者輸入999 或者是當使用者輸入的值 那分數值超過100 或者分數值少於0 那就代表說你已經要結束 結束這個重複執行的部分 也就是說 假設你有5位同學 前面5位同學他有可能是0分50分60分70分 5個同學都輸入完的時候 下一個你就輸入負1 所以就在畫有回圈這邊判斷如果我收到了只是負1的話 負1那就代表說你已經沒有東西要輸入了他就可以跳開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畫有回圈裡面 我畫有的用法 大部分呢是拿來用用在 我不太確定他要執行幾個回合的時候去使用他 所以用畫有回圈 好所以這邊呢 康的 要算 這個平均的時候 你要先注意一件事情 因為如果說在這邊使用者一開始執行的時候就直接輸入負1 一開始就輸入負1的他根本就沒有累計到任何 學生的成績 所以你不能用一個 數字呢 Divide by 0 因為我們的Counter是0 你不能把這個數字用0去除他 所以呢我們要先 判斷一下你的Counter是不是0 如果是0的話那你不用算啊他就告訴你說你就列印說沒有任何成績輸入 啊如果有 一個以上那你就可以去除去算他的這個平均 好所以變成程式碼的話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就像這樣子 那一開始呢有個onsign integer Counter 然後呢 這邊有分數Total跟average 然後這邊我們給定一個Total跟Counter 我初始化那Counter一開始為1 好那我們在這邊呢就判斷一下 這邊打錯這邊應該是0 好那這邊一開始要要0才對 在提示訊息結束之後呢我們就 這個 讓使用者輸入輸入完之後我們判斷使用者輸入是不是-1 好那如果說你在這邊呢有輸入成績的話 那他就把累加進來 然後Counter就加1 那就加1 好所以如果在這邊 進來的時候我就一開始就輸入-1的 這邊有提示訊息 我一開始如果輸入-1的話 那照道理講他就不會有成績 所以這邊Counter 要改為 0 好那如果Counter不等於0的話代表說有 有學生的成績被輸入了 所以他就會怎麼樣 就會往下 然後去算他的平均 好那因為這邊呢是Total 總分然後個數多少學生 然後算完的值呢 他會是這個有小數的值 所以我們要把它做Float的轉換 因為我們上面第8行這邊的變數average呢 我們定義是 浮點數 所以呢你必須要把它轉換成浮點數 如果你沒有這麼做的話 那這個算完的值呢小數點後面的值會被丟掉 那就精準度上面是有差 好然後呢把它印出來他的這個計算結果 那如果沒有的話 他就告訴你說你並沒有輸入任何學生的成績 右上角呢這個是 執行的結果 那在這邊的話他的值應該有點錯誤 因為我們一開始的這個 Counter呢是 應該要為0 所以他多 多多除了一個數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呢 我們剛剛已經解釋過了這個部分呢 指的就是說 當你印出來的時候呢你可以透過形式 百分比 0.2f 百分比0.2f的部分呢 他是一個這個C語言上面的寫法 那.2f就是小數點後面兩位數 然後f呢代表浮點數把它印出來 所以這是套用列印格式的方式 把它輸出 好那浮點數 有一些地方要注意到的 的部分呢就是浮點數呢不是說百分之百的精準 那他有很多地方可以用比如說我們說 這個正常的體溫呢是在98.6度 華氏度 好那 那我們其實並不會計較那個小數點後面有多少 多少度 所以你如果看到98.6度呢 他其實有可能是98.5 就是這個 好但是呢 那你 其實我們看98.6會比較方便使用啊 所以他的精準度你要看在哪一件事情上面 那 其實小數點後面位數越多代表越精準是沒有錯 可是有沒有必要到那麼長 這就是另外一個 要探討的地方 好那相除之後呢會產生浮點數 所以 比如說使用3去除 除完之後的結果是3.33 好一直循環下去 那因為電腦他配配置的這個 空間大小是有限度的 所以超出的部分呢他就 直接 取近視值來儲存 好那我們來 思考另外一個 這個 範例 比如說有一間學校他開了一門客 那專門在教大家這個房地產經紀人 並且呢他去考 這個 執照 去年呢有 好幾位同學修完這門客之後呢參加了 這個 徵照考試 那經過考試之後呢我們只要去看 我開了這樣子的課之後有多少過關有多少失敗 好那我們以輸入1代表過關2代表失敗的方式來做 好那如果說 你有超過8成 那在這邊的例子呢是 有10位同學上課 然後呢 只要有 8個以上 通過這樣的考試的話 那我們就給 老師一些獎勵 好所以呢這個就是 一個sample 我們想要做這樣的一個程式 用來去收集 看有多少學生通過 有多少學生失敗 通過超過8成的 好那我們就給獎勵 好那你把他寫成這個 sudo code的話就會像這樣子 一開始你就先宣告一些變數 而且給他初始化 再來就畫圍迴旋開始接收使用者的輸入 好那如果說使用者輸入的是1的話代表student paste 通過的話那我的這個 paste的部分的counter呢就加1 好那如果是輸入不是1的 代表他fail掉了 好那我們在這邊把 不是1的都當做2來看的話 失敗的這個呢去加1 所以不是加在成功就加在失敗 這樣累計 好那一直到學生的人數達到10個 counter每次加1加完一直到 等於 等於10超過10的時候呢他就跳出來 執行第15行的時候呢我就列印有多少學生通過 然後呢第16行就印出有多少學生失敗 然後判斷一下 如果你有超過8位學生 大於等於8啦 8位學生通過這樣子的一個考試取得證照 那我們就給老師 講課的這個講師呢給他一些bonus 好這是他的這個 sudo code的一個 做法 好那我們從這邊可以看出 如果把他寫成程式碼的時候 我們就是用這樣的形式來判斷使用者輸入 1 代表學生通過 2 或者是其他的呢我們把他當作是 失敗 然後呢統計完之後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哦這是右邊的是他的sudo code左邊是他的程式碼 那各位可以看到每一個區段他分別對應到的程式碼長什麼樣子 好那最後把他印出來 好這是執行的結果啊當我輸入的是這個 只有6個通過 6個1 4個2 這時候呢就只有這樣啊 告訴我 有多少個學生 在經過這門課之後去考試 6個同學通過 4個人失敗 那換另外一個輸入資料呢 他有9個學生是1 1個學生是2 所以就告訴我們一件事有9個學生通過 1個學生失敗 那我們剛剛講過 8個 8個以上的話 那我們就是什麼 我們剛剛的條件應該是大於8 所以不含8 不含8 只要超過8個以上通過呢 我們就這個 這個 講課的講是一些bonus 好那接下來呢我們介紹一下指定運算值 指定運算值就是等號 可是這個等號呢可以做很多變化 比如說像這個加等 那等號前面為什麼會有個加法 那其實是這樣子 比如說我在寫程式的時候是c等於c加3 我可以縮減成c加等於3 他的意思就是等號右邊c跟3先加加完之後換到c 好那縮減可以變成c加等於3 一樣的意思 一樣是把c先加3之後再把它算給c 好所以加等於的做法呢 好可以 減少這個 指定的 這個善打同時呢也可以得到同樣的結果 好那除了加等於之外 還有減等於乘等於除等於 跟百分比等 他的意思都一樣 所以你在 在範例或者是在寫程式的時候這樣子寫c加等於7 其實他的 原始的這個就是c等於c加7 那d減等於4呢就是 d等於d減4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這邊的範例就是 d等於d減4 d在上面是5 5減4就剩1 所以d最後經過這行的執行之後 他的d呢就會變成是1 好那c呢 這個 還有提供其他的這個運算 像地增 還有地減 那地增呢 兩個加加就代表說是每次加1 所以你每次 增加1 你可以寫成加等於1 你可以寫加等於1就每次增加1或者 你直接寫加加就可以 好可是加加又有分放在 圖號變數前面跟放在變數後面 那在變數前面的就代表說你先加 加完之後再做後續要做的事情 那如果是放在這個 變數後面的是先 做你變數 把加加放在變數後面的 這個代表說你把你要做的指定做完之後再去做 逸增的動作 好那減減也是一樣的意思 好那 放在前面跟放在後面的差異呢我們透過 例子來介紹 比如說這邊c等於5 c等於5 然後我們在第6行的時候印出c 這時候他的答案就是5 好那我c++ 這個就是代表說我先印這個結果 printer的結果先印出來 等你印完之後我再去加他的 所以你會發現他輸出還是5 可是他還是會加所以在第8行的時候c已經被增加了1 所以他印出來結果會是6 然後呢我們再看一下第10行到第13行 他的意思是說 我c呢要重新歸 歸回到5的部分 重新assign5的指給他 然後呢我們就把印出來 所以他是印出5 然後呢在第12行的動作 他有別於第7行 第7行是c 然後加加在後面 第12行是加加在前面 再c 所以他的結果會是 我c要先加 再執行printf 所以你會發現 當c為5的時候第12行他先加了1 所以他會變成是什麼6 所以當他執行print的時候他輸出結果會是6 好那如果說 印完之後在第13行 印出來的結果會是什麼 還是6 因為他已經 加的動作已經剛剛在 12行執行print之前就已經加過了 所以加加放在前面放在後面其實是不一樣的意思 好那這邊呢 告訴大家的是一個執行的優先順序 在哪裡先 這是優先權最高的 然後依序往下 以下這個是優先權比較低的 好那我們接下來探討一下 這個兩數相加的時候的一些安全上的設計 比如說 Integger1加Integger2 兩個相加放進去 雖然這個看起來好像很簡單沒什麼問題 可是他還是有潛在的 這個疑慮 怎麼樣的疑慮呢 比如說兩個很大的數字加起來 如果超過 這個資料形態 可容納的最大 數的時候 如果超過就會變成算數 上面的 異位 我們稱之為overflow 就是你的容器裝不了那麼大的數字的時候就會噴錯 噴錯的時候呢 系統就會出現一些 意料外的事情 那出現了這個不可預期的狀況的話 就可能被攻擊 好所以在每一個這個資料形態裡面都有他相對應到的最小值跟最大值 那他呢 可以透過我們的常數來取得這樣的值 比如說Int 底線Maxima 或者是Int 底線Minima 來知道說 整數Integers裡面 他的最大值是多少 最小值是多少 那這兩個值呢 是定義在 有一個標頭檔 叫做Limits Limits裡面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範例 我們刻意的去印出 這個Int Maxima值是多少 那當然我們要include這個Limits這個 標頭檔 好那我們就是把它 印出來 最大值最小值 所以各位可以看出來在 整數裡面最大值是 這個 最小值是負的這個 但是這樣子的話會有一個 啊你去累加的時候會出現一些問題 就是說 比如 我們看一下第12行的 這個 第10行的部分呢是 A加A A指的是什麼 整數最大值 好他既然已經是最大值了 可是你用最大值再去加最大值 那應該就爆掉了 就Overflow 那你的C 因為他是正的 2147483647 是這麼長的一個數 相加應該是 更大的數 可是他已經是最大的加上去就 比他更大 所以 他的結果就會變成是 在我們預期上面應該是要還是正的 結果當你把他印出來的時候他卻是變成-2 好這完全超乎你超超乎你的預期 因為呢 照道理講你正加正還是正數可是他卻變成-2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剛剛提到所謂的overflow的問題 因為你已經超出他可容納的最大量所以 就會變成一個不 不可預期的這個狀況發生 好所以這個部分呢我們要怎麼樣去解決他 好那其中一種做法就是我們呢 宣告一種叫做unside 的 整數 那unside integer的部分呢因為他 他沒有正負號 好他全部都是正的 好他不含中 他沒有 他不包含負號 所以呢你把他 兩個最大值相加了 這個呢還是可以去 呈現他 但是不管怎麼樣 這邊呢只是一個提醒 就是說 我們在寫程式的時候 必須要去思考到一件事情就是 有的人呢是不是刻意去撿撿到 超出你的最小的值 或者是累加加到 超過你的這個 最大容量 一直累加到超出你最大容量 的部分呢形成 故意去觸發你所謂的overflow跟underflow的這個問題 讓你的程式呢出 出問題 那可以 透過這樣子的狀況發生 讓駭客呢有機可乘 所以你要怎麼樣去做適當的監控 讓你的程式呢可以穩定安全的運行 這是我們在寫程式的時候必須要思考的一些問題 那我們剛剛提到 5號數的部分 好那5號數的部分呢 可以透過limits 裡面有個uint u就代表unside 是沒有正負號的意思 5號整數的話 他是裡面 平台裡面最大的5號數 5號整數 好所以 你要去判斷一下 如果說他 兩 兩數相加或者是 或者是在某些情況底下 你產生的那個數已經超過你 系統設計裡面最大的這個 可顯示的 數字範圍的話 那你要做適當的反應跟防範 這樣子才可以確保你開發的系統 軟體那是安全的 好以上是 這些內容的這些分享 提供給各位參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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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